我 母亲 还撑得住吗 快点 可我们刚出京城不远 怕是还有宇文户的耳目 快点 我也是 我撑得住 赶路要紧 都跟上 快点 快走 杨公子已经跟了我们很久了 快点 跟累了就不会跟了 走 快走 我知道你是怕拖累他 可你这样何苦呢 你本可以不受这份罪的 快点 母亲 快点 好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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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事吧 来 伯母 喝点水吧 有劳杨公子呢 多谢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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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 快 快 快 放 走 大嫂 带母亲躲起来 好 家罗 你要小心 小心啊 走 走 珊瑞 玉瑛 玉瑛 大叔 大叔 下路 母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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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父亲 家罗 你借着娘亲的话 不要报仇 你还好好的活着 父亲 我求你不要丢下家罗 父亲 家罗 父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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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走 公子 大哥 家罗 家罗 小龙 一起叫人 我们追 是 是 你的伤怎么样 你要告诉家罗 我已经死了 他个性倔强 必定会去找宇文湖报仇 这个仇 我会去报 不能让他冲动报仇 忘送性命 不然我们全家人 都不会原谅他的 可是这样一来 家罗一定会很伤心 若他执意要报仇呢 那我只能将他托付给你了 无论如何 你都要保护好他 大哥你放心 就算我牺牲自己 也会护家罗周全的 还要给家罗立碑 记住 独孤家罗 也已经死了 伯母 大嫂